要问全网手最欠的猫咪是哪一个 那一定是这只叫做风车车的猫了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它那最欠的猫爪 从而让风车车迅速走红网络 因此它也被网友们亲切地称呼为 跨界的二哈猫 蝉使官自从养过 家里就没有消停过 这家伙就像换了多栋 但凡是发现家里能用猫爪扒拉地动的东西 从来就不会置之不理 那是肯定要玩上一玩的 蝉使官的家里面也经常是像遭了贼一样 总被风车车祸害的破烂不堪 有时候让蝉使官一度怀疑 这家伙到底是不是二哈变的 为了防止风车车搞破坏 蝉使官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奇的法子 来和风车车斗智斗勇 这天蝉使官用双面胶粘住了乒乓球 然后粘在桌子上 坐等着风车车掉进陷阱 是要好好置之这个手欠的家伙 果然 风车车不一会就发现了桌子上的目标 迈着外八字的步伐就走了过来 然后 让蝉使官愉悦的一幕就发生了 你说风车车呀 你这估计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吗 被整了后的风车车怀恨在心 蝉使官想要摸摸它它都不让了 接下来风车车也开始 对蝉使官展开了疯狂的抱怨 先是用自己丰满的猫身霸占了蝉使官的水果来 再用假装打喷嚏的方式砸碎了猫尸碗 最后把刚埋过臭臭的脚放在了蝉使官喝水的杯子里清洗 这下可惹恼了蝉使官 风车车被直接带进了厨房 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无人道的催泪酷刑 大哥 我说风车车呀 蒙了吧 别想不到你的主人还有这么确得的招吧 尽管总是被蝉使官惩罚 但风车车依旧越挫越勇 在手欠的路上绝不退缩 这天蝉使官的脾气彻底爆发了 使了一招以骑猫之道还治骑猫之身的办法来对付风车车 这一招果然奏效 这步 手欠的家伙终于沉浮了 笑眯眯的给蝉使官当起了按摩师 我说风车车呀 这回你知道谁才是家里真正的老大了吧 对于这样一只可爱又喜欢导弹的小猫 你喜欢吗